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Terry Zim 时间过得真快 今天是6月1号 又过一个月了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是我一个月的盈利是多少 大家应该觉得月入过旺不是梦吧 当然就是真的最做梦 其实YouTuber要月入过旺真的是非常的艰难 除非你的订阅是1万到10万之间 照YouTube平台计算的话 大概1000个view是一个美金 如果你是有10万个view 大概是100美金 但是也要看自己的能力跟影片内容 有没有这么吸引观众 当然我知道我的观众大致上 都来自我开箱评测商系产品 但是最近马来西亚 风国导致经济不好 赞助商也暂停了 所以我也没有那个能力一新出的手机 我就可以买回来开箱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的盈利真的是不堪设想 我会放在最后公开给大家 大家应该会吓到 如果我的盈利每个月 如果是可以维持在一到两千块马币的话 我当然也可以这样去购买新的手机 分享给大家的话 再拼于市场价钱一两百块 卖出去给观众啊 或者有需要的人 其实也有观众问我 为什么不要做全职YouTuber 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等下你看我的盈利你就知道 该不该做全职了 因为真的是影响到生活了 毕竟我还有负担的人 因为那一点盈利真的是吃饭都不够啊 再加上我六月整个月的影片啊 view只有在两百里面 真的是非常的低啊 也算是我非常低潮的时候啊 影片的观看率是非常的少 真的有点消失望啊 当然我也一直在努力找新的题材 然后做好影片做好内容 分享给大家了 所以我这个月的盈利 只是在16块美元 算到来马币是汇率四倍了 4624 24加4 等于64块啊 一个月赚64块马币 你觉得够吗 我个人是非常不够的 大概两天的伙食费就没有了 其实这个影片也不是在抱怨什么 就这个平台它是免费的 当然也有人说 就好像你去一个大排蛋吃东西 都会遇见YouTuber 然后去火锅店会遇到Dartok一样 就好像过剩了一样 开玩笑 其实最重要 要有那个兴趣跟恒星努力去经营自己的频道 当然有些人是被一些网红拉齐 或者其他等等啊 对我来说靠自己最实际啊 再加上爱拼才会赢嘛 7分靠打拼 3分靠命注定 当然不要任命了 OK 尽自己的能力去完成自己想要的目标 好啦我今天的分享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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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